下面是我们的安全模板的创建 安全模板我们不同的 你可以全部使用同样的一个认证方式 你也可以分开不同的组 要用不同的认证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员工 你可以使用一个固定密码 WPA2 PSK的认证 你也可以如果是访客 你可以设置一个新的SID 你可以用一个Porto对接 用一个Porto认证也是可以的 这边全部都是WPA2 PSK的方式 固定密码是A1234567 第二栋大楼是B1234567 这个是我们安全模板 这个配置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第三是我们的一个SSID SSID我们多了一个SSID模板 大家可以看也是非常简单 创建一个SSID模板 然后建一个SSID 只能建一个SSID看一下 如果你要同时放不同 同一栋楼你放多个也是可以的 你自己绑定不同的SSID进去 放出来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VAP模板上面 上面创建的都要进行一个配置了 VAP模板创建一个 这个也是你动楼 烂动楼的名称 应户组的名称也可以 你自己规定 那Forwarding Mode 这个就是我们的转发方式了 Direct Forward 这说明是直接转发 Tunnel Forward Tunnel Mode你就可以选 Tunnel的方式就是我们的隧道转发了 这边默认情况下 直接转发 我们是不会显示的 在配置里面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大家要注意 不是说你没配 是配置了 它会自动默论隐藏了 下面是我们的ServiceVLine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ServiceVLine 我们正常情况下 在以前我们是ServiceSet里面配置的 配置一个VLine对吧 这边我们的改变是 在ServiceVLine里面 我们创建了一个VLinePool 把VLinePool名称弄进来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安全模板 我们的SID模板 如果你要进行一个流控 你要设置一个带框大小 你还加一个Traffic模板 这边我们就不进行配置 那是可选的 你也可以不进行调用 这些全是我们必须要配置的 好 我们的主要也是一样的 只是调用不同的安全模板 不同的SID模板 不同的VLinePool就是了 最后就是把我们的VAP模板 引用到我们的APGroup下面 就完成我们的配置了 大家可以看到APGroup 然后把我们的VAP模板 引用到这下面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参数区列号 你可以选射频接口 我们一般双频的情况下 会有一个2.4跟5G的接口 你如果只想要2.4口放 你就放这个 你可以选择Radius 你可以选0或者1 0就是代表我们2.4G的 1就是代表我们的5G频段的 这个是不同的频段的问题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就是完成了我们所有的一个 WRAN上线的一个配置流程 这个只是一个介绍 如果大家想熟悉的话 最好的方式还是 是大家通过自己的配置 来更加深入的熟悉 我们整个WRAN的一个配置流程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